每天有滿滿病患送進來是醫院的日常 醫護辛勞有目共睹 尤其在新冠疫情過後 又出現大量醫護離職 鬧出人力慌 根據衛福部統計 目前護理人員空缺率約6.5% 離職率更高達11.7% 到了2030年 台灣需增加5.5萬至7.4萬名護理人員 另外拿到中江那科證照的醫師數 2019年還有31人 2024年卻僅剩下27人 14年的時間才會成為一個胸腔科的重症醫師 所以訓練的時間可以說是所有醫師類別中最長的 胸腔醫學會秘書長周昆達也坦言 現在胸腔那科人數不是創新低 就是在往創新低的路上 疫情再先高峰 實在撐不住 護理師狀況同樣慘 先前未解決人力慌 中央積極招聘學士後護理系 從106學年的4校到109學年度的6校 到如今的13校600多人 報名人數卻持續創新低 部分醫護人士認為後護系 只經兩年培訓能力難以正規學制畢業相提並論 年齡上或許還得考量家庭因素 能撐多久實在不知道 衛福部長坦言未來錄取規則可能再放寬最快明年6月考生就適用心智 只是血汗環境不改善空眼難徹底解決人力問題 記者楊翹成軒海北報導